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0月1号星期天 每一年的这一天我都会打一条黑色的领带 同时打得比较短 这一个是象征我们的国商日 另一方面是希望这样的国商 中华民族的国商不会持续的太久 尽量短一些 距离中共十九大召开还有两个礼拜 这个时候来谈一谈中共的权力重组的版本 有一些风险 如果说分析的有失准的话 不太准的话 可能会招致一些说浪费时间的这种批评 但是我想与其做事后诸葛亮 不如再事先再来做一次梳理 这有点像哥德巴赫猜想 猜想很费劲 但结果却可能很简单 简单到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 事实上这个已经流传到 房间已经流传各种版本 这些版本各有各的逻辑 各有各的道理 第一个版本是说过程很简单 结果是很一般 那就是仍然是七常委制 仍然是中共党内的各派系都有份 比如就是前段时间 日本媒体流传出的一个版本 说这个可能是习派三个人 团派三个人 江派一个人 习派三个人是习近平 栗战书 陈敏尔 团派三个人是李克强 汪洋 胡春华 江派一个人 韩正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那么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版本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意义就是说 共青团派 团派 当年受胡锦涛扶持的这个团派 有胡耀邦最初带出来的团派 已经生长到这样一个最成熟的阶段 无论从年龄到资历 都积累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以至于习近平无法回避 无法预约 无法预约 所以只好习派与江 与团派共治 平分秋色 而江派 无论从年龄到资历 都已经没落 留下一个丰派人物 韩正 算是一个象征性的派系平衡 第二个版本 是富有一些戏剧性 仍然是 比如说常委制仍然是七人 但王岐山留任 出任总理 或者是国家监委会书记 这个版本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的跟第一个版本相比习近平的权力更大 大到他可以一言九底 立排众议 留下王岐山 如果这个版本 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 最可能出局的是胡春华 团派的胡春华 因为习近平不喜胡春华 就在前几天 中共的官方媒体有再次的报道 习近平前两年痛批共青团的一个讲话 而且还出版了一本书 来痛批共青团 这个信息对胡春华来说是不祥之兆 而且孙政才突然落马 另一个第六代领导人 原定的这个接班人 排入接班人序列的孙政才突然落马 对胡春华而言 也是吐死湖悲 也是大事不妙 中共这个官方最近出版一本书 说习近平谈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 大概这么个书名 里面说习近平痛批共青团是高位截瘫 这个肢体这个瘫痪的意思 然后说他有事 说讽刺共青团的干部是四话干部 说是行政化 机关化 贵族化 娱乐化 而且还有一连串非常讽刺辛辣的话 来形容共青团的官员 说他们是谈科技 谈不来 谈文艺 谈不通 谈工作 不会谈 谈生活 谈不对路 说是只会一些 官话 套话 老话 说是把共青团是贬得一无是处 事实上 这些毛病 难道习家军就没有吗 滋江新军就没有吗 说到娱乐化 贵族化 事实上是整个共产党 八千万党员 数千万官员的共通病 淫乱 那叫娱乐到死 腐败 动辄家族就是几亿 几十亿 甚至三百亿 那是贵族化到死 当然他们可以不承认他们是贵族化 说是土豪 说是这个爆发户 总之这些毛病都是通病 只不过呢 这个欲加之翠 何患无辞 说这个把这些词语都加在共青团身上 事实上在共产党这种人质的体制内 不是谁有资格去指责或教训别人 而是说关键在于谁有权力去指责和教训别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胡春华的确不妙 第三个版本 那就是比较富质有争议性的版本 就是主席制加常委制 如果这个版本的话 就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更大 大到了凌驾中央 成为新时代的红色皇帝 就是原来刘少奇在七大上 把毛泽东捧上的地位 叫中国革命的皇帝 红色皇帝 这个相当于是 这个毛泽东时代的权力架构的一个翻版 或者说毛时代权力架构的一个复辟 那么这个结构的话 除了习近平出任主席 副主席的人选 可能包括王岐山 李克强 栗战术 那么政治局常委 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 既可能保持七人常委制 也可能增加人数到九人或者十一人 就像文革时期 或者是胡锦涛的第一个任期内 那么增加的这些名额 大致上可能会花落习家军 然后再接下来一个版本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再接下来一个版本 刚才我说花落习家军 当然其他有的人也可能 这个花落习家军 这个习家军全面上位 其他人有可能 比如说那个王沪宁 这个号称三代帝师 他本来是出自江派 但是他后来有先后的投靠了 胡锦涛和习近平 是一个丰派人物 他跟韩正一样都是丰派人物 所以这个人呢 也有可能会入场 或者有入场的机会和可能 那么第四个版本 那就是 或许也会不排除 可能会出现令人意外 出乎意料的一个版本 那就是清一色的习家军 满城近代黄金奖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是真正的这个习时代 这个版本的话 那就是习近平的权力非常大了 这个版本 那习家军全面入场的话 就包括地习的习家军 比如说重庆的市委书记陈敏尔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上海市长英勇 那么还包括一些非地习的 另类的这个变种的习家军 比如说表示效忠的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甚至包括这个 这个现任的中组部长 习近平的陕西老乡赵乐际 这些人都有可能入场 再加上栗战书 王岐山等等 如果说是轻易设的习家军当政的话 那就说明习近平的权力 那是巨大无边 不仅可以支配地方和军队的人士 而且可以支配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人士 当然不管上面 我说了四种版本 是哪一种版本 他们的这个剧本都已经写好了 演员都已经排列过了 演员和道具都各级各位了 就等着来一场这个走秀成功的演出 来一场这个豪华的权力 这个权力走秀的这么一个豪华舞台秀 或者说五年一度的政治春晚 但是尽管准备好了 但是变数还是依然存在 就好像孙政才的意外落马一样 事实上孙政才落马 这个习近平当局给了他送了他六个罪名 事实上你要仔细考虑这个罪名 我昨天也说过了 基本上中共的官员都有这些罪名 都具备 差别在于哪里呢 差别就在于说 这个党既然都具备这些什么毫无理想信念 又是慵懒无为 又是腐败 淫乱 全社交易 等等 如果说这些党员官员都具备的话 那差别在哪里 都具备了 说明这个党已经堕落 这个中共已经是一个堕落的党 他只有 他没有什么理想性 他只在乎 就是死守权利和既得利益 差别在于哪里 就是守谁的权利 死守谁的权利 死守谁的既得利益 或者谁能够守住权利 谁能够守住既得利益 这样就可以决定 谁能够鸡犬升天 而谁将会锒铛入狱 差别就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说 十九大 当然大家都关心 最大的一个悬念 还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 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指名要求会见王岐山 但这并不能说明留任于否 这说明李显龙是想来贪口风 贪虚实 贪贪中共 十九大的一个虚实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首席战略顾问班龙访问北京 他是以反中共 这个著称的 对这个把这个中共视为美国的最大敌人 而他下台的时候曾经说 中共松了一口气 他呢这个跟那个王岐山举行了密会 这是什么象征意呢 其实这个象征意也并不是王岐山留任或者卸任的信号 但是有另外一个信号 因为有一个类比 这个类比就是班龙为川普的当选 离下了汉马功劳 进入白宫之后成了川普的首席战略顾问 战略策略师 然后他干了七个月之后离开了白宫 但是他不管是在白宫还是离开白宫 他对川普的重要性 他的政治影响力不减 类比之下 就是王岐山 他为习近平过去五年的巩固权力和大权独揽 离下了汉马功劳 通过他手中斩完的中纪委刀把子 这个打垮了这个反习势力 一波又一波的反习势力 所以这个情况下 十九大习近平 这个王岐山不管是留任还不留任 有点像班龙 就是说他对跟习近平之间的合作关系 恐怕不会改变 仍可能像班龙是体制外的一个川普的顾问一样 王岐山有可能成为卸任之后 那个习近平的高级顾问 也就是说习王之间的政治合作 有可能长此以往 班龙说过一句话 他说现在的中国很像1930年的德国 他面临一个抉择 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 事实上说得很对 习近平 尤其是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和习是中共 就面临这样一个选择 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 事实上是一个生死的抉择 比如说你要走纳粹的路 必死 如果你能走美利坚的路 必生 端视 习是中共 做何选择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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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